今天我们家种麦子了 以后会会看一下小麦是怎么播种的 麦种子已经加进去了 嗯 妈 为啥你帮我站到后面压子 那时的我把麦子都摸粘粘 吃了就好了 哦 以前我还没有见过呢 你们那又不种小麦 你看这个机子呢 我们从小到大 都是用的这种 然后后面站个人 把这个种下的小麦给它 压平一点 现在有一种新型机器出来 后面不需要站人了 但是我们还是习惯用这个 老机器 这两天天冷了 婆婆给宝宝穿了一个这个毛衣 妈 这是你吃下的 嗯 这是你吃 这是什么吃下的 前两年 前两年我们俩还没睡小孩了 我妈都把毛衣给治好了 这毛衣还挺好看的 里面是个背带裤 外面有个外套 还挺时尚的 对 时尚又保暖 爸爸给你吃一个单单啊 小单单 红色的 哇 好红的 哇这个软了 呆呆 你说 小哥小哥 小妈小妈 小妈小妈 你说小小鸟 没有 你说小小小鸟 小鸟小鸟怎么叫 你说张 啊 给吃一口奖励你一口啊 哈哈哈 哇上去上皮 谢谢你给我摔起 嗯 等着给我衣服起慢着天呀 我去 走 天啊快黑了 帮我忙着种麦子 咱们俩回家去我看娃你给他做饭 或者你看娃我做饭 可以呀 这麦子种下去 种到这里面之后就不管了是吧 麦子基本上不用咋管 那他种的时间还长 你看现在10月份种下 明年的6月份收割 对收割了 8个月 8 9个月时间 要在地里生长大半年时间了 对 吃完把嘴还要填一下 嗯 太好吃了 这会儿天已经黑了 但是呢我们已经把饭都做好了 看看今天晚上吃啥 包裹蒸子 每年玉米成熟以后 我们这边的人到了冬天 早上或者晚上 就喜欢吃一碗这个包裹蒸子 配一点这个红萝卜丝丝啊 还有咸菜 配点馍馍 吃起来特别舒服 特别好吃的